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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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 你是不是紧张啊 没事儿 我都已经提前咨询过了 无痛的 我还买了一只老母鸡 晚上回去给你炖汤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 我豁出名的努力 也不过是个最小的代价 但是对于一个新的生命而言 我却是他的全部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过 但既然已经做了决定了 咱就不要害怕了 你现在想好好抓住 事业的机会 我支持你 毕竟在工作的时候 你才是最快乐的嘛 而且虽然说四十岁了 但现在人的身体素质都好 以后要是想要了 我们也还算年轻 你呢 你一点都不难过 不想让你 ancient 有什么好难过 没缘分呗 知道你怀孕了 我是觉得我还挺喜欢小孩的 但是那肯定比不过我 对你的喜欢嘛 所以只要你开心什么都行 你不用考虑我啊 停车 啊 靠边停车 干嘛 一眼就看见你了 直觉告诉我 肯定是个女儿 她肯定喜欢你 许耀这个大嘴巴 你是不是应该看完这个 你 你突然间变得这么焦虑 情绪低落呀 你 你不用考虑我 我这人情绪过得快 一会儿就好了 去逛街吧 什么 不是 约好了去医院的 逛 逛什么街啊 去逛逛母婴产品呗 我有意感 会是个女儿 我们去给她买点衣服 是真的假的 去不去啊 不去我就返回了 去 去 去啊 去 这就去 这就去 去 是的 来 Вот 错的是我吗 我们要生活呀 我不斤斤计较怎么还钱 怎么赞强过日子 梦里想 我头一次知道这个词 另一个含义是自私 他有了梦想他就了不起啊 他有梦想 别人就要为他的梦想吃苦吗 我省吃俭用 我不是为了给慈禧买包包买衣服 我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 可是他说我可怕 我可怕吗 可怕的难道不是他吗 李年欢 现在的赵昂 你不能忍受的缺点是什么 自私 幼稚 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好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爱上这么一个人呢 他当初吸引你的 我正是不切实际地做着歌手梦 他看上去充满了自由 充满了梦想 充满了浪漫的勇气 充满了你的向往吗 如果我当初知道有一天 你不会用欣赏的眼光看我 我不会去上路找你 如果当初知道 有一天你不会再支持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不会选择开始 如果当初知道 有一天我们俩的生活会变得斤斤计较 连我请同事吃一顿饭都要经过你的批准 我不觉得这是惊念董你的爱情 所以 是我变了 不是他变了 你现在说的他的那些缺点 也许正是当初吸引你爱上他的优点 孟范 是你变了 但是你没有错 他没变 他也没有错 那到底是谁 是谁错了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你才快告诉我到底是谁错了 是生活吧 也许是时间不对吧 就像我和许耀 在我渴望安稳的年纪 他无法给到我安稳 如果三年前的我是现在的我 那我们就不会错过这三年了 跟我错了 来 坐坐 我兄弟啊 很爱他妹妹 但你放心 今天他不会打你 从小到大欺负我妹妹的 没有一个是我没打过的 你打我吧 替他出主气 干嘛呀 不就是吵个架吗 不过了 真不过了 你走干嘛去了 你今天怎么跟我说的 你现在跟我安 你安 你安 许耀 我还爱他 我只是不爱现在这种生活 我没有目标 我不知道我每天为什么要去床 为什么要去上班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努力了 我努力像那些地铁里的男孩子 一样去奋斗 可是那不是我 我不快乐 那李念环就快乐吗 松手 松手 李念环就快乐吗 她跟你之前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跟你之后又过了什么样的生活 她有说过一句不快乐吗 你欠了钱 她帮你还 你没钱的时候她给你钱花 你父母骂她她还得受着 她甚至跟我说让我等等你 说你还小说男孩子成书完 可你呢 你在这儿给我安 来 许耀 对不起 对不起 可是我没有办法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把我的梦想弄丢了 我想把她找回来 我给不了她要的那种幸福 我给不了她要的那种幸福 我希望她 分 分 分 赶紧给我分 我警告你 你今天走出去 你永远不要再见她 因为你不配 你知道吗 你们俩都冷静了这个 听我说句话 可能我这话呢 有点不合时宜 我那钱你们俩谁还 毕竟我也要当爸爸了 我也没起来啊 睡了 你还好吧 想哭就哭出来吧 李年欢那个年纪啊 喝了酒哭 我还有点可爱 到了四十岁的年纪 喝了酒还哭 那是狼狈 那接下来呢 什么打算啊 陆总呢给我上了一堂课 这堂课的名字叫自以为是 我的孩子也给我上了一堂课 这堂课的名字 叫包容别人 我也是怀乐运才知道 原来啊 会孕吐 会腰酸 会焦虑 会反应变慢 会体力不支 可那个时候 我并没有把这些包容给琳达 而现在 陆总也没有把这些包容给我 我自以为能带给我安全感的事业 最后也一点都经不起考验 接下来啊 交接工作 然后辞职 我都卖了这么多年的命了 也可以沾沾孩子的光 好好地放一个长假 等待他的到来 这考试前呢 都得复习功课 更别说当妈妈了 要做 我就要做到最好 干嘛呀 这杯我要替你喝了 好 李念华和赵昂分手了 我却和许晓复合了 这故事的开始和结局 怎么背道而止 对啊 便利目标的变化 那我们就看看这些变化 到底能不能带我们找到幸福吧 各位国东 我们已经收到了 唯一派发来的正式的收购邀誉 所以今天召开这个股东大会 就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对于是否接受 唯一派在此刻收购我们繁星 进行一个投票表决 许耀 我想你把我们找过来 那就说明你已经有了打算了是吧 两家公司互有优势 可以供楼发展 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长期竞争 所带来的彼此消耗 但是 我打算先拒绝他们的收购 我要让王峰过来主动跟我们谈和 所以我们必须要边打边谈 直到他们答应我们开出的所有条件之后 再进行两家公司的联姻 你的条件是什么 除了条件 你的筹码是什么 好 那我就先说说我们的筹码 在我看来 我们最重要的筹码 是大家都要抱着 誓死无归的决心和勇气 要坚持和他们打下去 也要让他们觉得怕 只有这样 唯一派才会觉得我们 不是任人宰割的小白兔 因此 尸体店要继续推进 打价格战我们也不要怕 这都是我们的优势 同时 我还想投资 研发数字模拟化传达系统 对于我们整个繁星的业务进行升级 这同样也是我们的筹码 投资 还有和唯一派那种大公司打了一台 风险太大了 许耀 凡事都要有个度 我欣赏你的豪气 但是继续投钱造成亏损 那就是个无底洞了 而且 这只是你的想法吧 苏毅和老苏总 他们是大股东啊 所以今天当着各位股东的面 我还要宣布另外一件事情 本人将辞去现有的职务 只保留百分之十的小额股份 其余的股份我将全部卖掉 未来的繁星会在苏总的掌控下 继续前行 如果苏总同意的话 我将永久担任繁星战略发展顾问一致 继续辅助好苏总 运营繁星 你疯了 你对着我 我还记得 繁星从对面的小破楼 搬到这里来的第一天 我对她确实是充满了 无数种美好的期待 但是时至今日 我和苏总之间 确实也产生了一些 不可调和的矛盾 纷争 我创过业 所以我深知 当我跟她心不齐的时候 繁星的未来不会好 因此我选择退出 而我在这里面 只是希望各位股东 能够在我认知其间 陪我打完和唯一派的这场仗 因为只有我们打下去 只有我们打到让他们怕 各位股东的利益 才可以得到保障 那你呢 你保证了所有人的利益 那你呢 我缺钱呢 股费溢价了 我才有钱呢 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的这份呢 是我穿了唯一派的衣服 产生了过敏 去医院检查的体检报告 而这一份 是衣服的检测报告 我今天想跟大家说 我曾经想要维权 却得不到唯一派 任何有效反馈的经历 喂 王总 现在影响还在不断地扩大 有用户进了群 搜集关于使用唯一派期间 遇到的各种问题 而且 在我们负面新闻 不断冒出来的时候 繁星正面舆论 恰好就出现了 这明显是繁星在背后告过呀 这样 先让公安部处理 立即处理 开发布会 对用户道歉 商量赔偿事宜 我马上回公司 怎么了 唯一派因喜部标准不达标 上热搜了 带动了繁星的关联词 光谱营销以路人的身份 在网络上发表了 对两家好感的对比投票 我们以压倒性的票数 赢了唯一派 知道了 去跑 我是许耀 是你们搞的吧 什么搞不搞的 不要说那么难听吧 王总 正常的商业竞争而已 说吧 你们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来同意我们收购 对吧 王总 都够让你们来控拢 这个绝对不可能 你们可以选择和我们公司合并 各自独立运营 股份置换交叉实股 让我们繁星实行AB股权架构 以此来保证 话语权永远掌握在我们苏总的手中 同时扩大期权持 来保证 繁星创始员工的利益 我们会让出三个董事会席位 以此来换取你们唯一派 两个董事会席位 分别由赵总 和我们的老苏总本担任 许耀你心也太大了吧 这是我能想到的 两家公司双赢的最优本案了 如果你觉得可以谈 那我们就继续谈 如果你觉得谈不了 那就继续谈 许耀 我没记错的话 你在繁星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和我们打 你的投资人和股东同意 我们现在正在设计 正在召开股东大会同样 不好意思啊 王总 分化股东这一招 应该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就在刚才 所有股东一致取首 全票通过了我的提议 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合作共赢 我们都要感谢 推动两家公司联姻的 总工程师徐耀 徐耀 总部很欣赏你 提出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来维一派 主导研发你设计的 数字传达系统 谢谢 今天的晚霞好漂亮啊 是不是 曹霞啊 一会儿去不看电影 行啊 曹霍 快点儿来 干吗 是哪儿啊 林剑欢 你們先走吧 也 removed 拜拜 来 这两万块钱你先还给好真实 以后不要再省指甲又不吃饭了 对身体不好 欠条 赵安欠礼念还十三万块 三年内连本代息分期还完 若不还完 若不还完呢 接下来呢 你要是还不完怎么办 我后面还没想好 但是我肯定会还你的 那两万块钱怎么来的 我不是学了摄影吧 我给我爸妈拍了一套婚纱照 按市场价钱收的 而且我跟他们说 那是我的梦想 我想用那套照片 说服他们放我走 他们让步了 那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啊 接下来 具体的我还没想好 不过 我想去西北 西北你知道吗 那儿有冰川翡翠湖 还有沙漠 湖人区 丹霞 地貌 还有草原 我呢会在那儿一边走 一边在路边卖唱 然后用我的相机 把沿途的风景全都给拍出来 印成明信片卖出去 我还有住当地最便宜的客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儿有不同的 各种奇奇怪怪的人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 畅聊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很能说 对不起啊 你说我觉得特别不去 没有 我觉得你特别酷 酷我倒没觉得 也许每个人成长的方式不一样吧 有的人通过职场 有的人通过失去 有的人通过成功 我呢就是想去看看不同的世界 在生活当中找寻自己的力量 我爸妈经常说我 说我做的都是没有用的事 可是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如果每个人 都去做有用之 那美呢 谁去发现 对了 我涨公司了 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是八千块钱 因为我写的那个公众号 一下子多了好多粉丝 而且接下来 也会有广告的提成 我和我公司的同事 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大开间 我们俩一人一张单人床 很便宜 我知道 因为你的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去看 林年华 你一定要记住 你就是最棒的 你一定会发光发热 会有属于你自己的天地 你很棒啊 你一直有勇气 去做不一样的事 我等着 你寄明信片给我 我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后面一直在吵架 反倒是现在 学会欣赏彼此 感情这个东西 还真挺奇怪的 不是的 你一直都很欣赏我 没有你 就没有今天的李念欢 谢谢你 你说 我会后悔吗 我的意思是 我这个年龄 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而我却还在出走 做着不切实际的梦 管她的呢 你才十五岁啊 就去做那些 不切实际的事吧 至于后悔 就留给三十岁 这是你谱曲我写的歌词 我已经写完了 送给你 我唱歌曲我写的歌曲我写的歌曲我写着 我写着 你觉得我写着 我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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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或秋雨 都被模糊被隱去 在我的記憶裡 始終是你 夢是在雨跑的路上撞到你 一場雪給我無與倫比的美麗 呼吸和心跳 都被放大被銘記 在我的眼裡 回憶是你 此刻在回憶的途中 擁抱你 一個眼神給我 無與倫比的秘密 青春和夢想 都在成長 再延續 在我的心裡 終究是你 此刻在回憶的途中 擁抱你 一個眼神給我 無與倫比的秘密 青春和夢想 都在成長 再延續 在我的心裡 終究是你 那 先走了 你微信別把我刪除啊 我還要跟你發沿途的風景呢 那你保住身體 注意安全 好好賣唱 好好拍照 好好賣你的迷信片 還我錢 李年華 如果 如果 如果三年之後 你還沒有 怎麼了 你說呀 怎麼了 你說呀 算了 不說了 抱一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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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讓你戳一下 之後 我會考慮你 最後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自己的寂寺 我又是什么 我们终于走到对面来了 我打算在这里啊 安排商品部 商品部的那些买手们 就在这里 挑选漂亮的衣服的款式 然后这款 留一个摄影区 召集上架的衣服呢 就直接在公司可以盘 这边 这边是技术部门的程序员 让他们离好看的衣服 稍微静一静 每天看着漂亮的衣服 提高一下自己的审美 同时呢 也更好地可以跟那些买手们 去沟通 衣服上架的版面 这里一定要帮我安排几个 温柔漂亮的客服小姐姐 不到四十八小时 我们发放的五百二十万贷金券 被抢购一口 繁星成立一年以来 我们终于等来了 用户增长的第一个爆发点 七百万现金流已经入账 回去了 整个柳极 八百万侠 一切 明羡 阿桥 边 一切 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个活动就当做每年的例行捐赠来做吧 进 还加班呢 要走了 我送你个礼物 什么礼物 你以后呢 就是繁星的船长了 可能会度过无数个孤独的 难熬的夜晚 我烤了几百部动画片 在这个右盘里应该够你看的了 我本以为让你失去烦心是对你的惩罚 可是我现在才发现 曾经的你承受了多少孤独和多少害怕 你要是觉得孤单的话 就看看这些动画片 所以 我希望 你可以永远记得自己的初心 永远相信自己 只要你想做好的事情 就一定可以做得好 我的初心 我都忘了我的初心是什么了 让这个城市里孤独打拼的女性 盛装出席每一天 让每一个员工因为自己是烦心人 而感到骄傲 我们终于走到对面来了 徐昂 你希望未来的繁星是什么样子的 我希望她 无论是发光发热 不如说 还是衰败没落 都不要有难堪的背叛 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 哪怕是告别 也要好聚好散 你说到了 什么 就算告别 也能好聚好散 还有一句 不要去改变 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 就拿赵伟来说吧 大宅男 技术厚 什么都好 只有一个缺点 怕老婆 因此呢 当公司发福利的时候 你永远要记得 要给她老婆多发一份 顺便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上 感谢你一直以来 为我们繁星付出的一切 繁星因你更为好 你放心 这一招一定有用 技术部门不能没有她 有赵伟我才放心 你也会更放心 然后呢 是我们公司的客户部门 说实话他们是最辛苦的 每天坐在这里 打电话 发信息 安抚投诉 耐心回答问题 做的是最基层的工作 所以公司发福利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亏待这些人 好 知道了 接下来啊 你懂的啊 赵婷姐姐 全公司里最八卦的就是她了 任何消息只要她知道了 全公司就知道了 因此 你对任何员工有什么想法 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如果你要再找人家 我希望你多招一下 王毅那位女士 她是一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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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也是你的手 那我先走了 那她是一个女士 我知道她efene 我今天 她的试陽 除了她是一节目的 你没有听 prefer 看我 不如我 是啊 把它简直前 再大 都要睡个好觉 如果遇到有什么 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随时发信息给我 小股东也是股东了 应该去承担责任 放心吧 快走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夜慢慢传来遥远的呼唤 月光渐渐 蔓延沉浮的海绵 我的心跳 灰火弯弯成一段 随着你的出血 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需要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北海道看大学啊 帕尔滨怎么样 可以 帕尔滨也行 北海道也行 下学也行 不下学也行 有你就行 有的时候想想自己 真的有点实在 十多年过去 我还是没有能力 让对面的任何一盏灯 可以为你而言 徐亚 你又回到了我身边 我心里暗淡下去的那盏灯 长长久久的爱 常夜慢慢传来遥远的呼唤 月光渐渐蔓延寂寂寓药 nelle我的心跳 背后弯弯成一段 随着你的出现 深色淡淡 天光洪水了一半 心太冷烂 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才追赶不知疲倦 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拒绝尽随气候 深色淡淡 天光洪水了一半 心太冷烂 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才追赶不知疲倦 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拒绝尽随气候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I'll say love you